这盘棋将近是2023年的象甲第22轮 本局是深圳对战杭州之战 咱们看第一台 洪志对战赖里兄 双方走的是进攻炮 对战近期足 这个棋啊 洪志也是模仿了王天一的套路 昨天啊 就走进攻炮 今天他也这么走 对方也这么下 掌据之后呀 这个棋我们说到 当时王宇航走的是炮二进二 那这棋最后输了啊 本局的话 黑方平炮对军啊 比较积极 红方走完之后呀 黑方把这个射步武器 这儿红方进行了飞向 黑方走的是固攻炮 那么红方这个棋啊 进攻炮就比较刚 那么他选择是冲边兵 要上边马封居 黑方他这个固攻炮啊 相对柔和一点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上马就是不让你出居 那么黑方就比起封马 他准备从内道开出啊 红方上马 这个棋意思就是你出居也没用 因为你降不到河口 你没法打居反击 黑方到这儿也不怕 他先进的足不给你吃 红方正常要捕食出居 黑方并没有出居的原因在于 你出居他马上给你对一下 一旦也对的话 你这边空虚啊 所以他这居只好按兵不动 这边防守 他这个棋想上马怎么办呢 推炮随时可以打居 红方先出居 如果你打的话 他现在闪开了啊 现在你还卡住下眼了 会给自己的阵型留下隐患 那本局啊 黑方走的是上马打居 这个棋一杠很大 你不能吃啊 吃完他也打居 这局没了 所以红方得闪 黑方到这儿呀 就咄咄逼人 红方就闪开 黑方呢就拼个炮 这样的话 他是瞄准的红方三路线啊 开始进攻 红方冲兵啊 黑方回来又踩一脚 那就平一步啊 这边冲过来 只要你一吃啊 冲袍一打居啊 底下门弓 瞬间崩溃 红方冲过去跟他对杀 黑方抢先要拱马 红方这个棋倒不怕丢马 关键是丢完马 底下门弓厉害 所以他以特为劲 是为了看住相 黑方居八进八 直接点进来 红方想打居啊 但是黑方这个门弓呀 太气人了 怎么办呢 红方到这儿呀 走出一招飞向 天外飞仙 这招棋啊 刚好就破解了对方的门弓 同时还打着拘 黑方到这儿的话 应该选择退居回去 这样的话 这棋还可以下 但是的话 到这儿 黑方已经杀红眼了 他走足舞精英啊 想对杀 那红方就吃了 当他这个棋啊 想退居的时候 又不能接受人家冲兵 所以他就想再骗对方一下 准备呢 继续打门弓 结果红方一飞向呀 黑方还是好猛成空呀 他一看没办法 只能退回了 导致了 红方直接换掉他 把这个炮引过来 然后呢 再冲兵利用他 接下来对方闪开之后呀 这边有一个双军一线啊 就抢马了 那现在反而还有狮子 那黑方不甘心呀 就点进来跟他换 红方呢 本可以推炮打狙啊 白吃一个马 但是这个棋又担心对方这个竹啊 砍掉这个冰破相的棋 所以红方也是走的很简单啊 就吃掉你了 如果你要走这个位打狙啊 你就吃不到我这个马了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决定啊 还是把马吃了啊 不识大子 但是这两个狙呀 位置实在太差了 红方一吃啊 找个机会就可以欺负他的炮啊 这个鞋太厉害了 这边还拱着炮 黑方在这儿确实不好下 他走的是炮分开 不要手枪打过来反击 或者是推举跟他队吧 那么这时候呀 红方走的是落线武的扣住 这样的话对方啊 确实是尴尬 那么他赶快把狙平过来 准备退回去 红方继续呢 重兵啊 追杀他 黑方到这儿的话是齐和啊 就想把对方吊住 那红方就居住平五 先看着再说 黑方这边知识啊 准备平炮 打狙把中兵强行拔掉 这个狙一旦一杀通呀 过来就吃嘛 红方到这儿的话 他选择交法是强行发弹了 黑方就对杀 这个棋很强硬啊 红方走的是九平八 这儿的话 黑方他选择交法是炮平六 先打狙 你也顾不上拱炮 红方也就狙四平六了 闪开继续吃 黑方这边走的是炮推二 必须封嘛 然后呢 红方走的一个狠招呀 一锤定硬呀 走着一出啊 对方就有点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吃的狙你又不能躲 双狙错了 那正常你得吃啊 但吃完之后 他有这么一条棋 现在你的炮可能就要丢啊 因为你长到哪儿都要吃掉了 一旦一狮子就输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刚才对狙的时候 如果他选择落相 对吧 你一吃他打过去 这儿还能下 但是这个棋的话 他现在啊 有一个狙砍掉你的炮 然后再吃掉你的这个狙啊 仍然注意杀你 因为你卡住向眼 这个线还补不起来 看着破相啊 这边四字归边是无解的 即便你把这中兵杀掉也不行呀 杀一将啊 上来 然后这个棋啊 他这边有一个冲兵将或者是上马 这都不好下啊 这个平炮一将就受不了了 对方你在往里躲的话 他这个兵就往里卡 你一边想吃他也吃不到啊 到这儿他有一个兵就平武 非常凶狠 你这一走之后呀 他现在有一个平炮 或者直接上马就行 上马意思是底线端杀 对方可能要进行一个 把试连起来 不让你便杀他 但是他这边又有一个退区一将 下去之后呀 狙击平武砍中士啊 大胆穿心 这次的话就绝杀了 所以类兄到这里啊 他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啊 红之获胜 ו咱们要不认输